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持续 乌克兰方面声称 其部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哈尔科夫 北部和东部的几个区域 这可能会让俄军难以对该式发射导弹或进行炮击 乌克兰军方表示尽管受到损失 但哈尔科夫人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控制之下 在过去的两周里 乌克兰收复了该地区的六个村庄 使其部队略为靠近了俄罗斯边境的补给线 乌克兰军队在过去24小时至48小时内 将俄罗斯军队逼退了大约24英里 此外今天早晨俄军还向乌克兰西部沿海城市奥德萨进行导弹袭击 据悉一座东正教堂遭到损坏 确认有死伤出现 但具体人数还在统计之中 2018年一群来自波士顿的宗教团体要求在波士顿市政厅的门口挂上他们的旗帜 该团体被描述为基督徒但其实是一个志愿者协会 旨在提高国人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道德遗产的理解 这起案件当时遭到了波士顿地方法院的驳回 但最高法院今天一致裁定 波士顿法院的判罚侵犯了第一修正案 因此允许该团体在市政厅外短暂升起一面代表他们的旗帜 波士顿在过去12年中批准了284年旗帜 通常此类的升旗活动都是为了庆祝与其他国家 其他文化或种族之间的活动 或是为了纪念历史事件 偶尔会允许私人团体在旗杆上悬挂旗帜 拜登总统今天宣布了一项价值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旨在增加美国锂电池的供应 从而实现它的电动汽车目标 官员们表示出了应对气候变化 该计划也将同时让美国的能源更加独立和安全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扰乱了全球的石油市场 基础设施执行协调员兼拜登的高级顾问兰德里表示 为了帮助电动汽车运转起来 我们还需要增加锂电池的产量 还要能够可持续的在国内采购用于制造锂电池的关键材料 埃登此前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 让全国的电动汽车占所有汽车销量的一半以上 基础设施法还包括了75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充电器 50亿美元用于电动公交巴士 50亿美元用于电动小车 一位名叫托马斯韦伯斯特的纽约市退休警员 因为在1月6日的国会事件中袭击了当地的一名国会警察 而今天被判有罪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当时他向一名警察挥动金属旗杆 并将他撞倒在地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审议之后 陪审团对所有六项军判有罪 预计将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 尽管托马斯声称自己只是处于正当防卫 但陪审团认为他的证词没有说服力 韦伯斯特被允许在家中进行24小时的监禁 等待法庭的再次传唤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